在世界上很多城市 包括蒙特利尔和华盛顿 只要有信用卡就可以到租赁自行车的站点租车 但是会骑车跟会在繁忙的街道上闪转 腾挪 然后安全到达目的地是两码式 公共自行车系统公司运营着蒙特利尔的自行车租赁系统 这家公司说骑自行车的人们需要更简便安全的导航设备 骑车的人能越少的一手骑车 一手用手机搜索信息 就越能更好的注意路况 也就更安全 他们只在某些必要时刻接受信息就可以了 智能光环由蒙特利尔的自行车实验室公司开发 这款产品让骑车的人可以安心地把手机放在口袋里 使用智能光环可以让你在骑车时获得简单清楚的指令 这款产品无限接入骑车者的智能手机 并且能找到到达目的地最简单和最安全的路线 智能光环通过向骑车者们显示清晰的视觉信号为他们导航 它还会跟踪记录行车时间 速度 距离和骑车者燃烧的卡路里 并且还会提示他们有来电和短信 这款产品防水防尘 而且只有用专用的钥匙才能把它移走 当你不知道该走哪条路才能到达目的地时 这款产品能帮上大忙 当你在新城市人生地不熟的时候 有个能告诉你该怎么走的产品真是太棒了 售价150美元的智能光环内置了防盗设备 当有人偷车时 它会闪红灯并且发出高音警报 这款产品的开发者希望在蒙特利尔所有的租赁自行车 以及在全世界数千辆自行车上都能安装智能光环 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 华盛顿报道